Toyz你就是開實況的 那個氣氛臭別人 活該被揍啊你 超哥打Toyz 我只是說打的 原本有100分來比的話 我是覺得 超哥大概50 Toyz大概50 我就覺得超哥90啊 打的XX真好啊 我覺得最關鍵點就是 後來那個Toyz在裡面有講說 不要理鼠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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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直播怒噴Toyz 點評超哥爆氣導火線最大關鍵 欸超哥那個出飯超難吃 就像狗被我吃的 我其實沒有任何感覺 你對台灣社會有什麼貢獻啊 你一般就是要來炸成 講什麼啊 就是仇仇是嗎 還是什麼啊 搞不懂啊 搞不懂 為什麼要吃個飯 我是在吃個飯 實況主Toyz和YouTuber超哥 20號在日料店爆發口角衝突 Toyz被打到頭破血流 奪出錯傷 超哥負訓後也以五萬元交爆 答案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第一個東西是 你自然炒飯了 還是來吃飯 這個很重要 亞洲童神21號晚間 也開直播怒噴Toyz 不過兩人在過去曾結怨 娛樂效果獎的得獎者是 國動的弟弟 亞洲童神 媽的怎麼販毒人來擔獎 覺得知道他會怎麼做這樣 販毒就要都在進度審判好嗎 你來這邊幹嘛 都來丟死人啊你 不要臉啦 你販毒狗 原來童神過去曾和Toyz工商 同一款遊戲 在遊戲中PK 輸的人要改名 最後童神輸了 Toyz要求他改名為Toyz的狗 讓童神暴怒表示 如果未來同台一定開噴 而他也說到做到 童神這次也是沒再客氣 你點評Toyz熱火敲歌的最大關鍵 你會覺得哪裡就是 屬於腦神是腦材 你會覺得哪裡就是 屬於腦神是腦材 我覺得就是最關鍵點就是 後來那個 Toyz在裡面有想說 不要理屬於是屬於是腦材 超怕 那為什麼Toyz能夠那麼異類 不是因為他只想要去弄人 他沒有那麼XX Toyz是很聰明的人 Toyz是智商很高的人 他今天做的這些事情 唯一的點是流量 因為他今天有鏡頭嘛 他今天想要來找架草嘛 超哥不是 超哥是他想做生意 超哥的想法很簡單 我今天只是來做生意而已 你有什麼事情你可以 你可以講嘛 我會玩一點我怎麼樣子嘛 超哥打Toyz 我只是說打得 打真好大好人心 原本100分來比的話 我是覺得 超哥大概50 Toyz大概50 我是覺得超哥90啊 打得XX真好啊 你今天特殊紀念品講 別人不會接受嗎 Toyz是不是 你就是開實況的 你就是臭別人 活該被揍啊你 唯一的可惜就是 沒有打到 打到變成植物人啊 可惜 拳頭力量那麼小 我揍幾拳啊 Toyz